为什么大家都男生都想要找台湾女生 叫女朋友啊 我这个表哥 就因为我要介绍台湾女生给她认识 她就在厕所里面化妆化了一个小时 哎 你好了没啊 人家女生还要上课 她怎么可以这么帅 我被我自己的胭脂没到 哈啰 哈啰 哎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表哥 哎 我表哥是个演员哦 这个演员哦 厉害哦 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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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可以啊 表哥 哎呀 没事 没事 表哥希望你们未来毕业之后 能留在大陆 然后找你们自己的舞台发光发热 好不好 更希望呢 你们在这能找到你们另外一个家 哎呀 不错不错不错 大家也看一看 有没有这么贴心哈 哥 为什么我的碗是空的 表哥 啊 我们要回学一下 我们要走的 啊 她今天怎么回学啊 这个我看 还早的吧 表哥现在很臭没有 还戴手表 这是我在等物上买的 我这专家见面 什么牌子全款式还都不 而且最近等物分都比多 比照片那么便宜不少 乐了吧 这样吧 咱们加个微信好吧 以后好联系 来找一下 来来来 那你们一会怎么回去啊 我男朋友等一下会过来救我 我男朋友在附近 我男朋友找他 我男朋友跟他男朋友一起来见 哦 拜拜 快不快跑啊 那个时候他们单身 我怎么知道来了 怎么就变这样 哈哈哈 没看上我 嗯 哈哈哈 二零二二年 希望自己 有 我 善良 勇敢 坎道 不 飞 不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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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产崛起打败高中成为全球第一 不过在华为事件以后 其林心就成为了绝唱 而这时能和高通竞争的 也就只剩下联发科了 但在进入四级网络以后 高通效能芯片逐渐崛起 联发科开始无人问津 联发科借此 便开始前新的研发5G芯片 在5G时代到来之后 联发科开始逐渐崛起 并有了超越高通之势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全球5G芯片市场上 联发科的市场份额达到了35% 而高通仅仅只有29% 来来来 最近有一块饮料 简直风靡全网 它就是在评 号称零汤零咖零子的元气森林气泡水 不仅是网授观音 还有许多明星都在喝 每香有三种口味 十二星 每评不到一罐雪糕钱哦